哈喽大家好,这里是一支屏 这台就是刚刚发布的摩托罗拉最新机甲 Moto Edge X30 这台手机最大的亮点之一 莫过于首发新一代骁龙8 号称安兔兔百万跑分 所以这款手机的性能绝对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除了性能之外 这款手机其他方面究竟表现如何 下面我们又一起来看一看 首先外观设计上 手里这台是秋同影的配色 背部是采用了类似哑光的设计 非常的光滑,手感很好 而且不易沾沾指纹 在不同的光线下还会呈现出一些蓝色 非常的高端时尚 中间是有一个模特的logo设计 颜色和背板是做了区分 左上角是一个后置的三色区域 可以看到中间这个主色真的是很大 正面采用的是一块6.7英寸的OLED屏幕 144Hz的超高刷新力 支持10亿色以HDR10加 顶部的前置摄像头依旧是采用了挖孔设计 不过开孔非常小 屏幕拥有防屏闪护眼模式 支持DC全局调光 指纹没有采用屏下指纹 而是选择以电源键相结合 非常而灵敏速度 就算是我这样的脱皮的手 也能够轻松的解锁 整机的厚度是8.49毫米 重194克 不是那种走极致轻薄的路线 但是握持的手感真的很好 音效方面 Moto Edge X30采用立体声双扬声器 大音腔的设计 适配杜比全景声 此外还支持Moto AI立音技术 在很嘈杂的环境下 也能够大幅度的提升通话质量 性能方面 Moto Edge X30搭载了新一代 骁龙8 5G移动平台 4纳米的制程工艺 采用了ARMV9指令机 1加3加4的架构 相比上一代 CPU部分性能提升了20% 同性能下功耗降低了30% 集成最新的GPU 图形渲染性能提升了30% 同性能下功耗降低了25% 同时配备了LPDDR5的内存 和UFS3.1的闪存 在室内安兔兔的跑分测试中 得分是1018187分 这也是我拿到的第一款 安兔兔跑分过百万的手机 游戏实测这里 王者荣耀 和平精英60帧 QQ飞车120帧 都可以轻松的驾驭 原神60帧 30分钟联系运行 轻松无压力 拍摄上Moto Edge X30 搭载了超大底前后三主射系统 后置是5000万广角主射 5000万超广角微距主射 和200万的景深镜头 三色组合 以下是随手拍摄的样装 无论是建筑物 美食夜景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而且拍照速度非常快 Moto Edge X30搭载的是 全新升级基于安卓12的 MyUI 3.0操作系统 系统非常的轻快流畅 在全功能RFC加持下 Moto Edge X30 也实现了门禁卡 公交卡的模拟功能 公交卡可以支持 全国310多个城市的 公交和地铁 Lady4 3.0也是新增了 无线文件拖拽传输功能 优化了Lady4功能的连接稳定性 出差使用手机办公要更加的方便了 充电续航方面 Moto Edge X30搭载了5000mAh的大容量电池 采用68W的快充 实际测试来看 12分钟左右就能够充电50% 无论是快充还是续航 在目前的旗舰机阵营中 都是处于一个头部的水平 总的来说 Moto Edge X30是一款无短板性能旗舰 新一代的骁龙8前后三主摄系统 68W快充 5000mAh的大容量电池 支持11色114Hz刷新力 楼性的OLED屏幕 无论是游戏娱乐 商务办公 旅行拍摄 Moto Edge X30都有着出色的表现 好了 本期的体验就到这里 还有什么疑问 也欢迎到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